依依姐 我听说咱们酒店被收购了 咱姑妈知不知道新老板是谁啊 是你姑妈妈你就乱喊 再说了 新总裁是谁 跟你这个打工的有一毛钱关系啊 来人哪 给我办个入住 阿姨您好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账 您有预约吗 阿姨 姓杜 预约了个大床房 好的 搞快点啊 我还要出去玩呢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酒店新来了一批实习生 这手不太熟 操作系统出现了错误 这特价房已经超售了 您看要不 房没了 不是你们自己在网上搞的特价活动吗 我钱都交了 阿姨这不是我 实在不好意思啊 要不我们把钱退给您 您再在外面去找个住的 你说什么呢 退我钱 这大周末的 外面又没有房又贵 叫我外地来的老太婆 住哪儿啊 啊 这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这家庭套房和总统套房都还空着呢 您看你一个人 要不这样 您再加个五百块钱 我给您升级为高贼大床房 您看换不 哎呦 没有天理了 我交九十九元订的特价房 你们搞错了 叫我加五百 想什么呢 我不干 今天我不退也不换 那个阿姨你先别着急 真的没有就是没有 要么您这家钱我给您换房 要么就把钱退给您 您咱先走 你你你 那个阿姨你先别急 那个马上就一点了 应该马上就有客人要退房了 我再帮您看看 有没有特价大床房 行吧 我一定要去酒店投诉您 您先别 阿姨不好意思 您的房间在二十楼 这还差不多 干嘛呀 多管闲事是吧 你给我等着 林冻冻 经理 你明天不用来了 我 我 凭什么开我 凭什么 本来赚六百房 被你一百定出去了 你知道给我们酒店 带来多大的损失 你还好意思问我 为什么开你 那是我们酒店 自己搞的活动房型 你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 道理 你一个实习生跟经理讲道理 你知不知道 酒店搞的活动 最终解释权在酒店手里 你出什么风头啊 白白经理 您就是这么管理酒店和员工的吗 我按照酒店规障制 都要被开除 他 他工作不完成 迟了早就样样都来 凭什么不开他 凭什么 凭经理 是我小姑妈呀 小姑妈 你 你们 我早就说了 给我走着 好了 以后啊 你也给我多注意点 听到没 说是这几天 公司的新总裁要来市场 千万别出什么差点 知道了 小姑妈 你怎么还不走呢 你敢开我 就你有关系啊 我也有 哦 谁呀 我男朋友就是收购 我们酒店集团的总裁 我们的总裁可是女人 到儿子